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雅 话不投机办句多 撕开面子大闹一场好了 中年魔王呵呵一笑 杨凶哪来的底气 居然要在血斗场撒野 杨开忽然淡淡的 十七个 阁下也真是看得起我 这话说得莫名其妙 小五完全听不懂 但对面的中年魔王 却是脸色微病 只因那十七之术 正是门外埋伏的魔王的数量 血斗场这一次 压根就没打算让杨开如意 一再逼迫 也就是为了激怒杨开 一旦他敢在这里出手 那外面的十七个魔王 便会蜂拥而入 在那乱斗之时 有波亚与他配合杀敌 此时此刻他孤身一忍 万万不可能在如此数量的魔王手下 逃过性命 到时候就算圣尊知道了 也无法怪罪 谁让他敢在这里闹事呢 只是这家伙的嗅觉也太敏锐了吧 外面埋伏的魔王已经足够隐蔽 居然还是一个不差的被他感应到了 轻轻一笑 那中年魔王道 永兄此言何意啊 杨开鄙夷的瞧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时间不等人 一束香时间可不多 阁下不用去准备一二 那中年魔王淡笑道 本王无需准备什么 倒是杨小女还请自重 话音落下之后 贵宾厅里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肃杀起来 小五紧张地在一旁观望 知道这下怕是大事不妙了 他也糊涂了 明明只是带着杨开出来逛一圈圣城 怎么事情就搞成这个样子 而就在屋内的气氛 越来越凝固之时 忽然从外面传来一阵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 游远接近地传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一股让杨开感到不安的气息 迅速笼罩过来 半圣的气息 而且似曾相识 这不是那月桑的气息 尽管杨开与那月桑 也只见过一次 但对内人的气息 却是记忆犹深 这个半圣是谁 自己在哪儿见过 无意间抬头瞧了一眼 杨开差点没笑出来 只因对面原本 与他剑拔弩张对视的中年魔王 竟是脸皮皱成了苦瓜 一副惨兮兮的样子 好像对来者有极深的技能 军国大人 门外传来整齐的问候声 想来是埋伏在外面的魔王们 正在行礼 施压一声 房门被推开 一道心肠的身影踏入 来者一身白衣 面如冠玉 气势阴尾不凡 面含微笑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给人一种邪魅狂军之感 很能吸引女子的注意 杨开露出恶然之色 手指着来人道 你 那中年魔王却是赶紧攻身行礼 建国大人 来人理都不理 那中年魔王 而是直接来到了杨开面前 森正处战地 嘴角一勾 笑道 我说了 咱们还会有再见面的时候 白烛 杨开总算想起这家伙的名字 怪不得感觉 气息有些似曾相识 原来是他呀 当日他固守虎啸城 手下强者如云 接连打退魔族大军的进攻 杀敌无数 魔族那边似乎也认识到 虎啸城的恐怖 特意请了一位半圣出身 谁知这半圣 只是到城墙下转了一圈 便掉头就走 临走之前 还跟杨开说 彼此还有再见之时 当时那半圣 自爆家门 便自称白浊 后来得知 羽如梦是魔族十二魔圣之一 杨开才明白 白浊为何会果断退走 别的魔族认不出羽如梦 他肯定是认出来了 所以才走得那么干脆利索 只是杨开也没想到 居然会在盛城的血斗场内再见到白浊 大胆人族 竟敢直呼大人明慧 那中年魔王立刻抬头 宠杨开怒吓 杨开挟了他一眼 鄙夷的 人家自己都没说话 你在乱费什么 中年魔王气节 抬眼瞧瞧白浊 却见他一脸笑容 并没有因为杨开的无礼而动怒 当下心头一凸 一种不妙的感觉 萦绕心头 白浊大人 与这个人类似乎有些 关系不错呀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杨开一脸恶然地望着白浊 这家伙不是应该在星界那边吗 怎么会莫名其妙地现身此地 白浊一转身 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藤椅上 那中年魔王立刻走了过去 恭敬地给他倒了一杯雪酒 白浊轻轻摇晃着透明的酒杯 如鲜血一般的烟红酒水 在酒杯中荡漾 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微笑道 我是雪斗场的主管者之一 自然可以在这里 杨开嘴巴张得更大 吃惊不小 你是欲如梦的人 天前欲如梦就跟他说过 整个魔狱就如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有无数碎片大陆 十二魔圣 每个人手下都掌控着 数量不等的碎片大陆 手下也有数量不等的半圣 现在才知道 白浊也是欲如梦 手下的半圣之一 怪不得当日在城墙处 一眼就认出了欲如梦 一旁 那中年魔王文银 眼皮子忍不住跳了一下 心想这人族果然是胆大包天 知乎白浊的名讳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知乎圣尊的名讳 这下怕是有好戏看了 白浊大人或许对他先前所言不会在意 但敢对圣尊无礼 这人族不死也要脱层皮 可让他失望的是 白浊对此竟是毫无反应 仿佛没有听到杨开对圣尊的亵渎之言 不错 白浊微笑汗手 白浊正是圣尊手下诸多半圣的一员 明白了 杨开露出恍然之色 咧嘴一笑 毫不客气地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笑望着他道 你方才说 你是这血豆场的主管者之一 白浊微笑点头 那就好办了 杨开把手一抬 指着那中年魔王说道 这家伙欠我十亿魔精 不给也就算了 居然还妄想苛刻我的奖品 你说说该怎么办吧 他现在是有恃无恐 魔狱这边或许大多数都不知道 他与玉如梦之间的关系 只知道 他是圣尊从星界带回来的人族 所以并没有什么忌惮之意 可白浊是从星界那边回来的 想必多多少少也清楚 玉如梦对自己有多么看重 既然如此 那扯着他的虎皮做大旗 自然没什么问题 而且白浊既然在这个时候出现 想必对今日知识也有些了解 无许他解释太多 果不其然 白浊文言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淡淡地抬头望着那中年魔王道 且有此事 那中年魔王当即道 纯属无稽之谈 狠请大人不要理会此人谋言 杨开一排桌子站了起来 妈的 你也敢睁眼说小话 那中年魔王挟视了杨开一眼道 本王只是以规矩办事而已 爽儿冲白浊拱手道 大人 事情是这个样子 这位杨兄此前参与了一场乱斗 并且在自己身上压了一亿魔精 虽说他最后赢得了胜利 但据属下查知 这位杨兄身上根本没有用来压住的一亿魔精 按照血斗场的规矩 属下不必赔付那十亿魔精 并且那奖品也算不得数 白浊文言点点头道 嗯 确实如此 杨开众白浊一瞪眼 心想你这家伙 难道只是来看热闹呢 那中年魔王 却是健壮大喜 再次拱手道 大人 此人决心叵测 意图坏我血斗场条律 若不从中处罚 只怕血斗场的信誉 要毁于一旦 恳请大人容许属下出手承接此人 以维护血斗场 以圣尊之威 杨开听得有些傻眼 心想这家伙还真是牙尖嘴利 一场毒斗竟被他上升到了欲如梦威严的层面上 他竟被说得有些无言以对了 倒也没那么严重 白浊打了个哈 望着那中年魔王的 你检查过他的弓筋计 确定他没有用来压住的一翼魔精吗 中年魔王道 那倒没有 只是此人绝不配合 想来是没有那么多魔精的 白浊文言汉说 嗯 看样子 问题还是出在那一翼魔精上了 转头望着杨开等 你有一翼魔精吗 有的话拿出来 给他检查下就行了 杨开恨不得吐他一脸口水 心想 我哪来一翼魔精啊 若是早有早就拿出来了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郑愤愤不平时 却见白浊冲自己挤了几眼睛 眼神往他自己手上瞄了一下 然后慢条丝里地 端起酒杯 轻抿着雪球 还故意把空间戒 对着杨开晾了一下 这一副温文尔雅的做派 配合着那俊朗的面孔 让一旁的小五 看得眼柱子都直了 杨开正了一会儿 忽然眉开眼笑起来 冲白浊一身手道 哼 我想起来白兄 你上次借我的一翼魔精 也该还我了吧 白浊差点没把酒水喷出来 一脸震惊地望着杨开 很想问问他 我什么时候从你那儿窃了一翼魔精了 他的本意是想叫杨开从他这里窃一翼魔精垫上 反正回头就能还回来的 谁知道杨开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啊 居然跟他来了这么一手 一个借一个还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那中年魔王也是瞪大了眼珠子 看看杨开 再看看白浊 心想不至于如此吧 哈哈哈哈 白浊强挤出一丝笑容来 放下酒杯 握拳在嘴边干咳了一声 眼角斜了杨开一想 很想转身就走 再也不管杨开的破事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简直平生警戒 但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顺着话接到 是该还了 这般说着 竟真的又取出了一枚空间剑 叨裹了起来 那中年魔王见状都无语了 这么一出拙劣的戏码 他又怎么看不明白 可是怎么也想不通啊 白浊大人为何 会真的配合这个人组 有心出言提醒劝阻一二 却没有那个勇气开口 白浊真要庇护此人 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这个时候开口 只会得罪白浊 关键的是 月桑早早地就走了 否则他哪会在这里坐落 少卿 白浊将那空间剑 丢给了杨开 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杨开庄没看到 更没有去检查 直接将空间剑丢给了对面的中年魔王 一副齿高气昂的样子 检查检查吧 中年魔王捏着那空间剑 仿佛攥着一个烫手的身影 哭丧着脸道 不必检查了 这是白浊 这是白浊 古道出来的东西 里面就算一块魔精也没有 那也是有意义的 那还需要检查什么 哼 既然如此 那我的奖品和赢的魔精 是不是该给我了 杨开冷哼一声 中年魔王没有去看杨开 反而一脸为难的望着白浊 赔负魔精没问题 可是那奖品 据他所知 那个人族女子 只是被月桑带过来亮了个像 然后又被他叫人给带走了 此刻根本不在血豆场内 杨开这个时候要奖品 他从哪里弄去 那奖品怎么了 杨开脸色一沉 他参与那乱动 主要是为了礼师情 十一魔精什么的 倒在其次 如今见着魔王说话 吞吞吐吐 顿时日有些不好的预感 中年魔王额头渗出冷汗 一脸为难地望着白浊 白浊却是微微一笑 伸手冲杨开压了压道 少安勿躁 他这话才刚说完 便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紧接着房门被推开 一个身形魁梧的魔族大步踏进 从这魔族身上的气息来看 赫然是个上品魔王 不但如此 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女子 容貌秀美 身形高挑 不是李世情 又是谁 那中年魔王健壮 大惊失色 惊恶地朝李世情望去 这个女人不是被带走了吗 怎么又被带回来了 再看看那个魁梧的上品魔王 他心中闪过一丝鸣雾 白浊与月桑之间 不太和睦 众所周知 这一次的事 恐怕也是两人暗中的交锋 如今看来 却是白浊 小胜一筹 那魁梧魔族 带着李世情走进来之后 变中白浊一拱手 然后一言不发地 转头走了出去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 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这张金鸽铁芒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